说起张信哲相信大家都是比较熟悉的 他于1963年出生于中国台湾 作为中国台湾流星音乐男歌手 他于1987年就签约了巨石音乐 并在随后两年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《说谎》 专辑一经发行后便收获了观众们的一致赞美 之后迅速退出专辑《过火》并获得了高超销量 之后的张信哲更是在歌坛占据着举竹轻重的地位 在大家心目中也是一直属于情歌王子的形象 近日情歌王子张信哲就在网上传了一个噩耗 据爆料就是张信哲发文证实了父亲去世的事情 他说不想因为大家的事情打扰 所以父亲事后事宜处理完之后才告诉这个消息 消息一出粉丝也为其感到悲痛不已 据悉张信哲的父亲是一位牧师 也是张信哲音乐的启蒙老师 张信哲从小就跟着父亲唱赞美诗 张信哲受爸爸的启蒙熏陶 父亲可以说是张信哲的影响最大的人 所以在父亲生前的时候张信哲就很孝顺 张信哲表示父亲在人间时就是天使 去世后也依旧是天使 自己会割守父亲的遗愿 继续以后的工作 这样的张信哲还是非常让人心疼的 最后希望张信哲的父亲能一路好走吧 请不吝点赞美语 请不吝点赞美语 感谢观看